在住院之前呢 我在院里碰着他了 我说程志你最近怎么瘦了这么多呀 我问你 他说没事 我就肠胃不太好 没事 他还没事呢 我也没当回事 肠胃不好嘛 我就没当回事 过来没两天 别人跟我讲他住院了 说很严重 哎呦 我说怎么这样呢 当时那个时候 想到医院看也没法看呢 我就一直想去看 我就去不了 所以后来听说 这情况好了 放心了 后来一看他活了 住来了 我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程志 你现在身体好了啊 海西还能唱吗 我说海西 降臂没问题 我们在院里 我说那你来个降臂吧 他在院里 就吼上了 一吼 没什么区别 还不是真是不错 刚出院的时候 肯定还是没有现在精神吧 我腿是瘸的 足得双拐 还主拐呢 没问题 主拐 走路一走路 腿一甩一甩 就跟那个得了脑血算 以后走路 我说你这怎么 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他说没事 过来这就好了 过来还真好了 现在没事吧 我跟他的交情啊 应该说多少年了 可真是 换一个甲子了 他来的时候 刚一来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我们突然来了一大批 从部队调来的战士 对对对 有人跟我讲 是有一个小子厉害 当时对他就挺有兴趣 一唱高一天的唱 他高人很漂亮 哇这小子厉害 当时 我老到他家唱着玩的 有时候就 他琴也擦 我们那时候说话 也不太讲 这小子 老他也说这小子 现在程智老师啊 大家见头都非常尊重 我们好像没这个感觉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在那首诗里 我为什么看着高兴啊 他那首那诗牌子里 写了一个他 痴狂 痴狂 什么痴狂啊 对唱歌痴狂 对方法痴狂 所以我不敢让他去喝茶 一到我那喝茶 大家正喝的 哎就茶好 他来了 这个发声方法 我跟你们说 你来的话 就关闭 应该像 来了 我那好茶 全给我冲淡了 所以我一看了 痴狂的俩字 不是太形象了 这就是他的形象 现在也是这样吗 一样 他这个令人佩服的一点 唱到七十多岁了 他对这方法 对声音呢 还是在不断地追求 总是要追求完美 所以那里头写一个 他这个追求这个极致 这总是要追求完美 其实这个声乐 各方面我觉得 你要想完美 达到完美的 这个最高程度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什么事情都是 你不断地追求 我现在就比他要差一点 我现在觉得 八十岁了 还追求什么 咱能保持现在这个样 能再唱下去 行了够了 你这个保持了 就说明你已经 唱得很成功很好 但是他还在 我感觉还没有成功 他是还要不断地努力 还要提高 我也不知道 他要提高到什么程度 反正是在不断地追求 程老师 日常生活中 您去过杨老师家吃饭吗 去过呀 吃过 做饭做得好的嘛 他做饭也棒 他那天给我讲了一下 怎么做什么 这个这个羊肉抓饭 对对羊肉抓饭 给我讲了半天 讲怎么做牛肉 哎呀 他讲得还偷偷使道 我一听觉得 您尝试了一下 不是瞎砍 那真是有本事 您吃过程智老师做的饭吗 还没有 我知道他做得好 但是没吃过 他从来不请我 你说我怎么好意思 上你家 我是特别爱做饭的 自从我自己人老做 就不做了 就面条 饭 有时候炒一个菜 做一个饭 不像过去那种 他现在生活上 简单了 一个人就有点不太规律 谁要一请他吃饭 他都很高兴 别做饭了 省事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 要请吃饭 一定要把橙子带去 但是你们有一个思想准备 如果是你 他的谈的生涯方法的问题 那是要好好地听 要好好地学 不要觉得 好像把你的饭搅和了 那都没关系了 哎呦 我的羊肉 你越来越来越可爱了 越来越可爱了 对 对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顿饭可以吃 但是你要拿出充分的时间 来听 有一年 听完了一看呢 菜全没了 有一年啊 这个我们在吃饭 这个都是我们生涯界的 吃了饭高兴了 他突然弹起方法来了 哎呦 他高音怎么唱啊 他说下来 我就感觉这个玩意 都是干这孩的 甚至还有更老的 就别说这个了吧 他说起来没完 他一说 他这个兴奋呢 恨不得把他说得透透的 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明白 这高音怎么唱 这声音是怎么唱美声 其实要是真的要想好 慢慢听啊 还是真是有收获的 但是问题那场合正吃饭呢 大家都在那高兴 一听到想都吃不了饭了 完了我就问程志 我说程志 你怎么来的 他说我打车来的 我说我呀 开车来的 我一会儿就要走了 咱俩一块回去吧 咱住一个月 他说行啊 我说那我先得走了 咱走吧 再走 好了 他走了 我让他们吃的好饭吧 陈老师就是 他对那个声乐 他的那种痴迷 痴迷了 所以那句话 痴狂 我就太适合他了 痴狂了 正因为痴狂 也才能唱到今天 真的 南高音乐当中 是不再容易唱起来的 是 真是好开心啊 今天呢 杨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啊 因为我 特别为他们之间这种 很亲切 很单纯的这种关系啊 高兴